现在是早上时间的4点多了 又起雾水了 很大很大的雾水 我以为这边村子里面稍微好一点 还是一样 早上的6点多 太阳已经很猛了 没有雾水了 基本上已经被晒的差不多了 水袋也被烘干了一点点 不过还是得晒一下 起床起床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水袋晾一下 然后外帐放在这边晾一下 炒的挺严重的其实 还有太阳能边边也晒一下 我先弄一点昨天吃剩的 把它加热一下就好了 下点水 上西饭吧 幸好我昨天留了一点 它这边也是差不多一样吧 比如说你炒一个小菜 不会炒的 人多了才会炒 收入了一半你看 那波乌云又来了 什么时候下都不知道的 赶紧收吧 收吧 补了四瓶水 然后再来了两个蚊枪 出发了 这个乌云已经过去了 你看往那边飘了 我刚还想把我的太阳能电板 给收起来了 想想可能还会像昨天一样 所以就直接挂起来了 这边啊昨天晚上我睡的比较早 我好像是十点多吧 就睡了睡着了 大概是十一点多吧 我看了一下手机 来了一辆自驾的 不知道说是哪个省份的语言 我压根一点都听不懂 有点像韩语一样 搞不好是韩国人 反正很吵很吵 他们一来啊 就是本来很安静的广场 就那个狗啊什么都叫起来了 反正我估计 昨天晚上 在广场内的都没有休息好 这个狗啊叫了好几个小时 今天还要翻大概三十公里的坡吧 就是三十公里的山路 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宽了 为了防止没有水啊 我现在带的水完全足够了 这次真正的是足够了 很多很多头的 今天的第一个坡 我希望我能登上去 而不是推上去 还行啊 今天的第一个坡 大概是三四百米左右吧 起上来的不是推上来的 喝口咖啡提起来 还是四包啊 我昨天住的这个地方 叫宝格达奥 是一个林场 然后呢 它靠近蒙古国吧 很近很近 也就三五公里的样子哦 嗯 很漂亮很漂亮啊 下了个三公里的长坡 你看前面 大上坡在等着我 风景好漂亮啊 我昨天啊 推车的时候 就是推的比较久嘛 然后装备比较多 我的宽谷这边啊 昨天痛的非常的厉害啊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 好是好点了好很多了 但还是有点痛 看来啊又得找个地方 休整几天了 刚刚从 宝格达林场出来啊 就没有信号了 这个坡我只能 推个几十米吧 然后就停一下 推不上来确实比较陡啊 这个菜啊和肉啊 它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啊 就比如说 早上吃了一点蛋啊 或者是肉之类的 很明显精神很好 爬坡很好爬 你看像我早上就吃了一点那个 昨天吃剩的草白菜 加一点那个 饭啊 很明显体力就跟不上了 才一个 三公里的坡吧 就已经推的 精疲力尽了 我现在在想 还在幻想着 路上有没有卖西瓜 哎呀 这西瓜可是补充能量的好东西啊 迅速补充糖分 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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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到一这儿它那个警报就响了 应该就是提示不要往前面走 野兽出没前方危险 看到这玩意就吓人了熊啊你看 走了走了 看来啊这些地方就尽量的不要在野外露营 还是有点危险的 我仿佛又看到了前面那个S弯 大上坡你看 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清楚 你看现在是下去 然后缓冲一下 然后就又上去了 反正现在已经骑了可能有五六公里了吧 还有二十多公里这样的路 就没有了 坚持了 我发现啊这边北京还有河北的车子特别的多 基本上你看一眼就是河北的还有北京的都是旅游自驾的 这三公里一个小时 前面有个骑行的在这儿路营 哇 它的档子够大了 有热肉 大上坡来了 大上坡来了 你看 你看他们这些自驾游的居然把车停在避险车到那个上面了 在上面做饭你看 中午的十一点多了肚子饿了 吃点这个蛋糕 其实我挺喜欢吃虎皮蛋糕的 但是它这种保质期比较长的和新鲜做出来的那个虎皮蛋糕味道 那个真的是天差地别了 咖啡快没有了吧 我算了一下我早上从现在出来 才推边骑的话14公里左右 还有一半的路 踩得太准了 这个坡正好3公里 它那边有个标志 下坡了前面 又看到希望了 连续5公里的下坡 可以啊 可以啊 您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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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可以 您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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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的外面 您的外面 是您的外面 您的外面 您好 好像已经进入平原了 看到大草原了 从山区现在到了广袤的草原了 风开始大起来了 之前在山区的时候 它风没有那么大 因为被山啊树林啊给挡住了 这边什么都没有 只有草 然后我在右边呢没有几公里吧 到那个山顶上面就能看到那个蒙古国了 一路的下坡或者是缓下坡 太过瘾了 来吧 在山区里面的高山区里面画面 然后在山区里面画面 来看,它在山区里面画面 却在山区里面画面 现在刮到飾风了 我都特别好骑 我的嘴巴一下子就被它吹干掉了 起皮了 我好像没有眼花 确实是路边在卖那个瓜 好像是 哇 这个真的假的呀 对 没错 是在卖瓜 不过我估计这个价格是很贵很贵的 你好 瓜怎么卖的 哪个 西瓜 西瓜五块钱一元 这么贵了吧 这个咱们有三圈子五块钱的非常甜 我能要半个吗 弄 我买这个瓜 一般都要半了 给我挑一个小的 这个是什么瓜 那个是红太阳的 还有那个冰淇淋的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那个是六块钱 但是那个是黄洋的里面 哦 我车子带一下 啊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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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西瓜 这是红太阳西瓜 里面是黄洋的 这是冰淇淋 这是冰淇淋西瓜 里面是黄洋的 还有红洋的 你看这个里面是红洋的 这个也是西瓜啊 啊啊 你想吃奶啊 这我还头一次见到过 啊 但是甜还是这个甜 哦 那就这个吧 小一点的小一点的 油桃怎么卖的 油桃怎么卖的 油桃是十块 油桃是十块 小小钱需要推一点 啊 还是推一点 哦 好像还行 来的小半吧 小半小半就够了 四十八只要这两个 哎 这个黄的黄的甜 这黄的甜 那一个黄的一个这个了 那一个黄的一个这个了 那行 这是七块 总共 四十八加七 呃 五十 五十 五十五 你先说 不用讲啊 咱说不讲价 应该是五十六 你这样的话 那把毛我就不要了 这个瓜 确实是好瓜啊 感觉 特别特别的甜 说实话啊 这一次不能算是被宰啊 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说实话 他如果卖六块七块钱 我也我也买 因为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吃西瓜 你看 一个瓜 四十八块钱 买了两个油桃 七块钱 总共是五十五块钱 哎呀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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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那个老板说前面十几公里还有一个摊位哦也是这样卖瓜的不过像这样的瓜偶尔买个一次两次还行啊你长时间这样买的话 这肯定吃不消啊五块钱一斤什么概念 一个西瓜一百多块钱 现在 银夏那边你们知道西瓜多少钱一斤吗 五毛钱一斤差了十倍了 好像旅游的人啊都是往这条小路走的 这条是县道啊 野狼谷还有乌拉盖全部在那边 我呢还是走这个边境线吧 路呢稍微大一点点吧 好奇一点 这边啊很多那种信号塔 但是信号显示是满格 但是就是视频传不了 百分之一了传了一个小时都传不上去 这奇怪了 这一波乌云把太阳给遮住了 搞不好又得下雨了 前面已经在下了你看 这波乌云把太阳给遮住了 久违的牛啊又看到了 你看前面那些黑黑的全部是牛啊 突然风刮大起来了 这波雨应该淋不到了 从那边吹过来 哇打雷了 希望领不到啊 我逃过这片黑雨就没事了 这下的有点突然啊 来不及了 有点真真不错 这边是针不心的 落败的 好大呀 可能还没等我盖好 那鱼就停了 接着走 好了,你看,散了散了 雨马上小了,已经跑到后面去了 好不容易哦,你看 鞋子晒了两天才干的 两天多了 你看,又湿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改路 要去干旱一点的地方 不想再挨雨了 雨过天晴 不过我估计前面还是会下 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五点钟了 距离前面最近的一个镇子叫满都镇 还有74公里 今天应该是到不了了 除非我连夜骑夜路哦 才能到那边 这一路哦,你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草原 而且都是有牧场组的 不确定他们能不能让我在这路营哦 主要啊,这个地方它信号显示是满格啊 但是实际上你打开网页啊 或者是打开一些视频啊 基本上打不怎么开 很差很差这个网络 视频也没办法剪啊 看吧,今天晚上我估计又要赶夜路了 骑到那个镇子上面去了 这边啊,刚刚后面有好几个桥洞哦 不过全部是牛羊的奥地给哦 还有放的那个死牛和死羊这些小的 都放在那个下面,桥下面都有哦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六点多了 我测试放在这边 我在这个下面发现一座 你看,我见到这么好的地方 有少量的牛的奥地给哦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就是这边信号不是特别理想 但还行 下来的话有点麻烦 需要从那边绕很长的一个路 才能绕进来 干净干净 其实你看,我就搭在这也行 你看,就这个地方也行 更何况你看,上面 真可以啊 还行 目前是电信移动都是满格 还行 那我想办法去把车子弄下来 就在这儿了 今天晚上 哇,太幸运了 有点难啊 不太好 不太好弄下来 这里确实不是特别好下 但没有办法 哎呀 哎呀 我在想我明天 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下去容易哦 上来就很难很难了 还好啊 只有200米左右 希望那个信号不是假的 都能用哦 今天一天了都是假的 我还剩余5%的视频哦 没有传完 已经传到95%了 居然传了三个小时哦 才传完 明明显示是满格的 哦 这边的蚊子好多哦 幸亏我今天又补了两个蚊箱 我一会儿再点个四五盘 希望晚上不要刮什么风哦 要被刮风的话就麻烦了 横空哦 我感觉今天还是挺幸运的 真的 先把东西卸下来 然后把帐篷搭起来 我敢肯定啊晚上百分之百它要下雨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七点多了 暂时没有起风哦 我呢帐篷就横在这边搭了 自行车晚一点的话就靠在那个地方 今天啊就也只有这个补给了 就炒一个青椒炒这个土豆吧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火腿啊 加一点火腿 没有肉啊 买来也会坏掉 简单的炒一下吧 米饭在这泡了已经 多煮一点明天早饭也可以吃 希望不要刮风啊 姜给它蒜哦 不是姜哦 给它爆香一下 然后加入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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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点西红柿在 那就更完美了 要不能煸起来啊 煸也没有用 火力不够 来点料酒啊 然后加入青椒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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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味精 来点盐 再来点 开饭了 这个饭煮了好一会儿了 好像湖底了 这个风你看这么大吹一下子就把它吹了 看来这个地方它晚上会刮风哦 我先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再闷一会儿就好了 脆脆的但是太脆了 当然味道还可以 转天啊 把它靠到这个里面 特意等它冷了再吃哦 这样吃才过瘾了 不能吃完啊还要留一点明天早饭 自己做的就是香 自己做的就是香 其实啊我最怕最怕的就是晚上点灯了 因为这边虫子很多 这边是大草原 你看这个鹅啊什么蚂蚱全部都来了 你看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清楚 很多很多 我呢吃好饭就赶紧的就收掉了 你看这个里面已经全部是那个 那个虫子在里面了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这真的不得了 好多 赶紧的弄了收完就进帐篷去了 太多了有点可怕了 哎呀就这样吧 哎呀就这样吧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会结束了 如果有喜欢老爷的视频的话 你帮忙点个赞 然后再加个关注 转发一下 评论一下 谢谢 明天再见 哎哟 好 好